先上車,1.01分 剛剛上車,確實能夠配搭得太好 下面有 6 個人 上面有 9 個人,現在有 16 個人 我在這裏上,馬上沒有告訴你 我在這次被路上踢 現在來坐這裏上三個 大家好,今天是補發拍 今天和大家坐這輛車 說一下這輛車是 42 號 C 42 號 C 是青衣長衛村去南田站 這輛車是當年,以往以前的年代來說 這輛車也是用沙巴號 都是一些很前衛性的路線 青衣村開發了之後 青衣一打開發了之後 再無多久,發展一些新的衛星城市 在新的衛星城市之下 出了一條線,走進深水埗的地區 直接走進城牆到龍牆到東九龍地帶 和38號都是一些很前衛星的路線 這條線的客量比38號更大 因為除了走路線和38號 也有相當近似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走進大窩口 以及荃灣的邊皮 即是越來酒店 再下青衣 浮墓的範圍比38號更大 這條線是第一代的 這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 當然 近一、兩年 荃灣的小座客人 290系列出現了 但仍然 仍然在大窩口 或者在越來酒店 那大的地區 仍然沒有受影響 仍然沒有受影響 只不過是分薄了少許 相對來說 是分薄了少許的客量度 這條線 如果你說重視程度 應該都很重視 當然 最近 X42C 出了全天之後 我不知它之後的客量 又再被分薄 如果預期 又再被分薄 大家都看到 在這條42C 前面 有X42C 我認為X42C 真的有暫停 我相信 多或少也有吸引到清衣的客人 你看到 很多人排名 290 290 很多人排名 290 Rather than X42C X42C 剛才又多吃了一個 清衣客 在彩虹 這裏 我們來到永光樹苑 但我看到前面的車輛 我的意思是 有什麼食客 在這裏 一個站 都吃了兩、三個 在彩虹 才吃了五個 我看得到 我看到沒有食客 你會看到 一些人 是真的特意抖 特意抖 特意抖 42C 後面有X42C 不是說 看到頭上的 不是看到頭上的 真的有人特意抖 我都說X42C 是會有前途做起的 人們又不相信 人們又不相信 X42C 一定夠快 一定做得起 我相信 我這輛車 42C 來到天馬園 是36個客人 X42C 我相信跟客人的客人差不多 可能分分鐘 這樣物色幾番 也有30多個 一樣 客人比例差不多 我已經坐了23分鐘 已經過了青春島 現在上青春公路了 便去環園村 環園村 好 便坐了28分鐘 便去整個葵蟲 現在來到卓旋處 下一個站是天泉街 好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差不多下車了 便去全門街這站 全門街這站 就是全彎面皮位 其實 過了全彎 這站並不是下得很棒 真的不算下得很棒 因為這位置只是紅貓 如果我想要再下一點點 例如千色點這些 都是要走 所以為何290會受歡迎 下得好一點 還有我們全新天地這些 怎會乘坐42C 我真的是誇張 如果自從有290系列 我真的不會乘坐 我不是說拍巴士 我都不會乘坐42C 去全彎 因為不走腳 真的覺得都要走一段路 這輛車真的很好走 1.34km 你看到這裏 去到全彎 正是青山公里的車 但是仍然有客人 仍然有人會上車去乘坐車 乘坐車去青衣那邊 老實說 就算X42C 開了全彎之後 會不會將42C 縮回到長江 我都覺得不可能 因為它真的 實在背著太多不同的客人 你看看我按照這裏 這樣乘坐 走你都接近50個人 就算是給了X42C 再拔了很多客人 也有42C 所以我們不接近了 當中有10多個人 是由青山公路開始計算 開始計算到大窩口這個位 全副街這裡 真的拔不拔 這些客人真的拔不拔 真的會有太多反對聲音 我想最多如果是X42C 翌日做起了的話 這個就是減班 今天又說一下X42C 我這個時候 一路下降 如果我的車載一路下降 多少分鐘內會去到青衣村二葉樓呢 大家都看到 嘩 要將用九分鐘時間 要用多九分鐘時間才到二葉樓 二葉樓那裏 用多九分鐘時間 你想一下 用多九分鐘時間 其實它應該去長安的話 應該只是 只差多五分鐘 剛才那裏 剛才我下車那裏 只有五分鐘而已 對吧 話說呢 X42C 只是用兩分鐘而已 只差兩分鐘而已 對吧 所以很看得出 老實點說 X42C 有人說 青衣中 就算去到青衣村的人 說應該 X42C有機會是打成平手 我覺得 未必 我覺得 很明顯看得出 差了五至七分鐘距離 都差了五至七分鐘距離 X42C一定會快 都會快一點 你說長安的 當然不奇怪 長安的 我相信應該是打成平手 但是 如果你說去到青衣村 我想就應該 X42C會快的了 所以 真的 X42C 是不是應該要乖乖 要選班呢 選班給X42C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